好 接下來這個獎項呢 終於是到了最後的壓軸兩個獎項啦 相信大家應該等很久就是要等這個獎項啦 對 眾所皆知的 然後這一次當然不會少的這個獎項 我們三立華君有選出了我們的最佳的男演員 哇喔 最佳的男演員 演技的考驗 還有人氣也是主要一個重點啊 對 等於是綜合評分最高分者啦 是的 我們趕快來頒這個獎好不好 好的 要請到頒獎人士 對 王娟還有吳康仁來頒獎項 歡迎兩位 我們今天成立第四世紀的金鐘獎 戲劇烈的女主角 然後吳康仁也入圍了第十年台北隊電影節 最佳戲劇烈獎 第十三屆台北電影節最佳男主角 各位長官 各位好朋友 各位家人 大家好 我是王娟 各位長官 各位媒體 各位同胞 演戲演員的同胞們 大家好 我是吳康仁 大家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今天是我們兩個站在這邊頒 最佳男主角 為什麼 應該是跟我們一起合作的 金大花的華麗冒險有關係吧 對 這是接下來我們要參與的新的偶像劇 金大花的華麗冒險 希望大家支持 可是 從開始到現在我覺得每一個獎項都好有趣 好有創意 而且這個Party好好玩喔 真的是謝謝你們 真的好好玩 然後 我也很期待知道誰是最佳男主角 其實在吳康仁剛出現的時候 他在演出我其實有看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非常 非常 非常好的演員 謝謝 所以 我覺得需要一個好的平台 三立提供了這個平台 給每一個想要表演表現的演員 有好的機會能夠被看見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看 最佳男主角 得獎的是 2012三立華具大賞 最佳男演員 得獎的是 小姿女孩向前衝 邱澤 大賞 我的舞跳得怎麼樣 還有近步好準嗎 申請問 這間公司從上到下只有你有資格當我主管 你不要走好不好 我答應你我以後上班不會遲到 我答應你以後你說什麼就做什麼 我答應你以後會吃花椰菜 我答應你以後衣服我自己洗 我答應你我去學騎摩托車以後再你上班啦 想著練習奔力 天上太陽照美意 誰是我自己 恭喜秋成 獲得我們 二零二年三地華劇大賞最佳男演員 來來來來來 又要再謝一輪了 是 這個我想 這是繼金鐘獎之後 對我的最大的安慰 果然是自家人 其實 那個時候有一個訪問說 沒有入圍 或者是因為這個呼聲非常高 然後沒有入圍 其實自己心情是平淡的 但是 我那時候就有說 就算有入圍或得獎 我一定會把戲演好 沒有入圍沒有得獎 我一樣會把戲演好 這表示認真做 一定有人看 謝謝 謝謝恭喜秋成 恭喜 也謝謝兩位頒獎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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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接下來期待兩位在這個 金大花的華麗冒險裡面的演出啦 接下來 剩下今天的最後一個壓軸的獎項啦 哇 大家都很緊張 對最佳的女演員 我覺得女藝人好辛苦喔 特別是拍戲 因為拍戲的時候 常常也有外景嘛 對啊 然後他們要做的東西真的很多 然後又要怕受傷什麼什麼 天氣冷穿的又比較少 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辛苦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很 很具有肯定意義的一個獎項 所以我覺得 但是獎項也只有一個 然後這麼多優秀的女演員在現場 也只有一位能夠得獎 對 所以今天這個壓軸的獎項呢 其實我們特別請到一位神秘嘉賓 來為我們頒獎 這個神秘嘉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很驚人的神秘嘉賓 很驚人的神秘嘉賓 我跟你講現在大家 坐在這邊的 所想到的人 就絕對不是 是 真的 你想都想不到 所以才叫神秘嘉賓 對 馬上用掌聲加尖叫聲 歡迎我們這位神秘嘉賓 歡迎班校人 林鄭 Yeah 呃 三立的長官還有所有的藝人朋友還有媒體朋友你們好嗎 好啊 好啊 首先呢 很謝謝就是三立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頒發這個 最佳女主人 女主角獎 欸這個怎麼在拍照 尊重一下講話的人好不好 沒有開玩笑 都是喜歡賽車的人嘛對不對 然後呢 其實我跟三立其實一直有就是很好的一個關係 因為我的第一部偶像劇放羊的星星就是在三立拍的 真的很謝謝三立 那在那時候也創出一個很好的家機 然後希望未來能夠有更好的機會能夠再次合作 謝謝 那當然我覺得這一次回來也是希望說能夠支持我們華劇 能夠做出更好的產品 那不只是只有台灣甚至到未來的整個國際 那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 那接下來 就來 接下來就為大家 因為你也在喔 我也在 我沒看到你 接下來可以就用VCR來為大家公佈 請看VCR 對 2012三立華劇大賞 最佳女演員 得獎的是 真愛找麻煩 真愛趁現在 陳婷妮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好嗎 我每天 那麼努力的生活 那麼用力的工作 為什麼你只要再給我六個月的時間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我什麼都來不及了 我沒有時間 我沒有時間 我沒有時間談戀愛 我沒有時間掌聲愛 我沒有時間穿婚紗 我沒有時間穿三個小孩 我什麼 可以了 你一定有辦法的 你不要再騙我了啦 有誰想要娶一個快要死掉的女人啊 我沒有時間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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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陳婷妮 2012三立華劇大賞 最佳女藝人 恭喜陳婷妮 而且還是從林志穎 的手中接過這個獎項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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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我要瘋了 我觉得2011年是我很重要的一年 因为我觉得因为三立电视台 我获得了最多 然后也感受到无比的压力 然后觉得 以前都觉得自己很渺小 然后在今年终于让我感受到 其实渺小的自己是可以带给大家欢乐跟感动 然后现在因为在拍《真爱称现在》 然后也感受到更多不同的感情 所以在2012年我会继续努力拍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看 谢谢 恭喜陈琳琳 谢谢你 谢谢 来来来来 请先留步 这个一定要好好聊一下 这么特别的颁奖人 一定要好好地访问